在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午的這段時間 將會是颱風距離我們最接近的時間 宣蘭諾颱風的位置在台灣的東方海面上 距離台北大概是在東南東方370公里的位置 目前宣蘭諾颱風它是中度颱風 暴風半徑大約280公里 未來在它北上的過程中 還有逐漸增強以及暴風半徑略微擴大的趨勢 而我們根據預測 由於颱風未來會逐漸的北上 因此在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午的這段時間 將會是颱風距離我們最接近的時間 預計它的暴風圈有可能接觸台灣的東北部陸地 因此氣象局目前對於新北市、宜蘭縣以及基隆市 發布陸上颱風警報 目前颱風的外圍環流持續影響 在上午的時候颱風主要的雨帶 影響的是我們西北部的沿海地區 不過中午過後整個降雨的狀況 逐漸移到了內陸地區 因此目前中部以北山區 可以看到這裡回波是相當的明顯 降雨的量值也開始在中部以北 尤其是北部山區這一帶逐漸的累積 那要提醒大家今晚到明天 降雨的狀況還會持續 在山區活動的朋友要特別留意雨量累積的狀況 以及貪方落實跟吸嘴暴漲的現象